赵本山农民家庭出生一度成为春晚小屁王 如今收入过亿 每个明星出名都少不了贵人的帮助 赵本山也不例外 赵本山的成功离不开自己的烦斗 当然也离不开别人的提携 在提携的新人中 李中堂对他的帮助最大也就是他的干爹 赵本山是从出演摔三弦起家的 而摔三弦创作者就是赵本山的干爹李中堂 1982年辽聂省文化厅举办农村小戏挑演 李中堂决定拿摔三弦猜赛赛 他选用了赵本山 李中堂甚至从家中拿了行李 让赵本山住在他的办公室里 时速方便的赵本山可以专心拍戏 果真赵本山也摔三弦出了大名 于是便认下了李中堂为义父 赵本山也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 赵本山曾说 李中堂像我父亲一样对待我 帮助我 教育我 我不会忘记 今后我会回报 滴水之恩 勇全相报 如今李中堂已经83岁了 非常硬朗 虽然退休在家 也是常忙着创作 他特关注干儿子的发展 赵本山大女儿赵玉芳结婚的时候 李中堂老爷子特意来到婚礼现场 感受干儿子的荣光 赵本山也没有忘记干爹 每年都要去开网